Hello 这次满满要给大家介绍奥克兰大学 University of Auckland 简称澳大 学校始建于1883年 综合排名在新西兰长年稳居第一 因此被誉为新西兰国报级的大学 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位列世界179位 而在2020年泰晤士世界大学影响力的排名当中 位列第一 听到新西兰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不是 宁静很多绿化很多的户外活动 惠林顿是首都经济文化金融的中心呢 是在奥克兰 不是特别大 有26.8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469万人 通用的语言呢是英文交中靠左行的 除此之外 新西兰的地貌非常的丰富多样 像一个现实中的中土世界 因此在新西兰它有丰富的户外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企鹅 关筋翻炎或者是跳伞等等 听着是不是很心动也很想去 因为它地广人稀拥有比较好的自然生态 因此呢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乳制品的出口国 在这个学校对于我们舞蹈专业的学生呢 有提供本科的舞蹈留学的机会 Fatula of Death Studies 整个本科的学习时间呢是三年 学费一年36437纽币 折合成人民币呢在16.7万元左右 雅思需要达到6分 当科不低于5.5分 托福呢不要低于80分 写作不要低于21分 除此之外 需要提供简历和书面陈述 经过学校的教员组的筛选讨论之后呢 会邀请部分学员去参加他们的workshop 地点通常会在惠林顿 奥克兰或者基督城 整个的workshop的内容呢 包含舞蹈动作的探索 小组的讨论 在硕士阶段呢 学校一共提供了三个硕士项目 第一个 Master of Dance Movement Therapy 舞动治疗硕士 整个学习的年限呢 是两年 入学的时间呢 大概在三月份 学费呢 42814纽币 折合成人民币 19.7万元左右 雅思6.5分 单科不低于6分 或者是托福90分 写作不低于21分 提供自己的毕业证 学位证 学士学位证书 或者是更高的学位证书 另外 你需要具备相关领域的毕业 或者是经验证明的证书 申请这个项目的书面成数 有哪些要求 比如为什么你要申请 舞动治疗的项目 为什么你认为自己适合成为一名 舞动治疗师 这门课 学了之后 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技能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不同的体验 或者是成果呢 最后呢 也想让你表达 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呢 未来在这个领域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想以后去进一步 接触或者是合作的人群 是哪些人呢 往下 第二个舞蹈硕士项目 Master of Dance Studies 舞蹈学硕士 整个学习呢 是只需要一年 学费呢 也是需要 42,814纽币 大概就是人民币 19.7万元 对于申请的考生呢 需要具备舞蹈学士学位 或者是拥有创意或艺术表演 或舞蹈研究的后学士学位 雅思需要你有6.5分 单科不低于6分 需要咱们提供 书面陈述 研究计划 出师过后呢 也是需要进行面试 在研究计划里面 需要去阐述一下 你希望自己措施期间 去重点研究和探讨 什么学术问题 最后一个项目呢 是和咱们北京舞蹈学院 联合培养的 双硕士学位的项目 Master of Community Dance 整个学习时长呢 是三年 第一年呢 学生需要在北京舞蹈学院 去完成规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 然后前往奥克兰 去完成为期一年的 或者是一年半的 以研究性论文为主要形式的课程 获得奥克兰大学所颁发的 硕士学位 第三年 你需要回到北京舞蹈学院 去进行为期半年 或者是一年的硕士课程 并且参加学位论文的答辩 合格者会获得由北京舞蹈学院所颁发的硕士学位 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想要申请这个学位 需要具备大学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 英文能力需要在入学之后达到雅思6.5分 或者是以上的水平 入学之后的第一年 你都还有时间去同时学习你的专业知识 同时去补英文 到了一年之后 雅思还是没考到6.5分 学校还是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向 前往奥克兰大学去进修语言班 妈妈也想提示一下 你必须去获得了奥克兰的硕士学位 然后才有资格去获得北五的硕士毕业证书 最后成为人生赢家双硕士学位 拿到手 如果一个都没有 No,No都没有 学费呢 第一年在北五就按着北五的要求 交第二年就交在奥克兰大学学习的钱 第三年就交在北五学习的费用 但是不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 或者是由北京舞蹈学院提供的奖学金 也是需要提供自己的简历书面成数 无犯罪记录 经过一顿海选之后呢 还要参加面试 在新西兰想要申请硕士阶段的留学签证呢 咱们需要提供不低于30万的担保金 并且需要把这笔钱存在银行 至少有半年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比如说做事学位的学费在20万人民币左右 还有交通费 住宿费 伙食费等等 差不多在人民币6到10万元左右 除了这个资金证明呢 在奥克兰大学申请舞蹈相关的博士学位的学习呢 非常的抱歉就是现在还没有舞蹈相关的博士学位提供给大家 总的妈妈觉得哈 奥克兰大学在新西兰是最好的一所大学 另外新西兰的这个国家 它的生活的环境 人民相对来说还是蛮友好的 去到这个国家学习和生活还是比较不错的 学校在舞蹈领域这块呢 它的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不同的专业 同时这个平台给你提供的机会 我觉得在舞蹈领域方面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 不好的一点呢就是家庭或者是个人的经济条件 不是很宽裕可能就不适合了 比如说在国内可能整个硕士读下来 我们也花不到30万吧 另外呢如果某些同学他比较向往的是快节奏的 都市化的很繁华的城市的生活呢 这就不是一个适合的选择了 但那里更多的适合你自己去安安静静的读书 做研究写文章等等 OK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舞蹈留学的资讯 欢迎你联系妈妈 走了再见吧